畏著已經影響華南社區伊奧龍在年代辦理的感恩常會停辦兩年 不過畏著已經漸漸平穩 金理會學辦理 特別邀車全正頭的設施作產物 由社區媽媽已經來組婚林國地的消融作為辦理 也安排音樂表演邀車鄉親在歡樂的氣氛中認識新的一年 小麥 啊 有很多 滑滑滑滑滑吃飯堂 整頭的多多四十多好心情 都全部剩在冰桃前 開尾兩年了 雖然結婚比較平穩 發達年代根本餐廳 今年離鄉親的記者 是最大的威嚇伴侶的 為了這家餐廳 剩下媽媽阿姨是中董完 為早期7點就開始看飯菜 聽說7點就特別準備了 對 7點就開始準備了 有蚵魚醬啦 香腸啦 還有 涼拌黑木耳啦 很多很多就是 就是社區有的東西也都要準備出來啦 真正啊 歡喜啊 大家聚聚餐啊 大家都見見面啦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華南川大佑市在四年前 開始發展自己的生涯 尺寸發展學會 就利用生涯營禮 在年代時來辦理甘本餐廳 今天其實我們華南呢 開始有產業的這四年呢 我們其實靠著以之前十幾年累積下來的 社區跟學校跟村辦三方的連結 那有產業之後 我們就希望從產業的英語 不是只有在產業的基礎上 而是可以回饋到我們的地方鄉裡 所以呢我們就會利用 睡末的時候邀請社區的長輩 那因為華南村是一個很小的村莊 全村才一百多個人家 那這一百多位村民呢 其實這樣睡末的聚會 那我們就會看到六七十歲的阿嬤 租給八九十歲的阿公吃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華南村是靈靠大佑一百出頭人的山村 生活在這裡 大部分都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營出這樣的餐廳 所以大家可以做的日本開港 是非常難得也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因為其實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大家要凝聚有時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所以在疫情之後 大家可以因為透過這樣的聚會 再讓大家出來聚一聚 我們也覺得是一件非常溫馨的一件事情 歡喜版的有好吃的餐點 以及好聽的音樂表演 華南鄉親在歡樂氣氛裡面 贏吃新的情侶 繼續訪問 很強不得